好,各位奇友大家好,那这晚期是9月30号进行的亚运会男子团体预赛的第四轮 由黑方赵成宇对战白方边向一,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是一个对角布局,双方互相挂脚,黑棋小肩,白棋高挂,左下角突退顶势 然后黑棋飞压,白棋再拖先,手脚,黑棋再来一手大鞋 赵成宇的布局是他的强项,自己的理解是非常的深的 变相依最近的状态也比较的不错 然后走到上方白棋跳的时候,黑棋逼住 白棋冲,黑棋肩顶 这个棋脚上肯定是下不了白棋的,不过黑棋可以通过封锁 逼迫白棋做活,从而把自己走后 下一手棋,白棋长,黑棋挡住,白棋冲,黑棋再扳头 这个地方做活的话,白棋大致就是跳和飞两种 飞的话,黑棋挡住 二路半瞻,先手,黑棋补断 白棋可以先点刺,便宜一下,然后再盯一个,做活 不过正活的话呢,虽然说这个白棋的目数 好像更多一点啊,但是黑棋外边也就变得铁厚 实战白棋选择跳一个 这个棋如果说黑棋虎下来呢,白棋这个二路半瞻还是先手 你黑棋外边补一手,他往脚上一瞻,活起 实战黑棋立 白棋打了招呼 黑棋搬,白棋作业 然后黑棋打持先手,冲一个先手,白棋团出做活 那这个地方,黑棋固然是有断点啊 有一些保卫 但是因为现在是布局阶段啊 所以说这个大厂非常多的一个情况下 黑棋不可能去回到左边这样去补齐的 这个效率就不高了 所以说黑棋拖先往底下打入 接下来白棋逼住 如果说没有黑棋下方这颗子 那黑棋的这个掏控手段 一般来讲的话会走在这个二路点的位置 现在有了黑棋的子呢 这个三路点就变得非常严厉了 首先这手棋并不怕白棋冲断 因为你冲下来的话 这个黑棋小尖 挤一个他就虎一个 两边呢黑棋都能搬过 你立这个的话就搬回家 飞的话可能会遭到白棋的这个靠段啊 把你这个头给门进去 所以说黑棋可以直接搬 白棋吼一个拐住的话 反正空已经先掏掉了 黑棋再来一手右边的这个尖冲 压缩白棋下方的空 并且呢黑棋下方这颗子死而不将 周围还有一些借用 所以说黑棋不错 实战白棋压过来呢 黑棋做活的方法还是很多 这个地方最简单的连回 白棋长黑棋小尖一手 挡住的话冲一个 把白棋先变薄 再往二路小尖 都能活 实战黑棋直接小尖 白棋冲黑棋虎白棋再搬 然后黑棋虎一个回家 接下来白棋尖顶 黑棋顶住联络 白棋外边不断 然后黑棋跳一个 这个地方跳的话 倒也不怕白棋的这个冲断 因为黑棋的这个 比如说打了之后虎 最简单的就直接出头了 刚好这个调子也不错 实战白棋选择底下铺了之后 打吃滚包 然后再虎一个 那黑棋拐住 这个都是白棋的权利 下一手棋呢 白棋并一个 这手棋还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如果说你走其他地方 被黑棋以后往这尖顶的话 首先白棋弃紧 底下这个冲断不成立了 里面有倒扑 其次呢就感觉这个形状啊 非常的紧 白棋走起来就 有点窒息 所以说白棋就选择并一个 并在这之后呢 更加方便于封锁黑棋 下一手棋 黑棋打吃 先手 靠压 这个棋白棋也不会去 搬断吃子的 因为这个吃没意思 你这样一吃 黑棋一打 你尝的话呢 他可以再爬 底下这个冲断 白棋还是不成立 黑棋马上就可以做活 你要是提的话呢 被黑棋往里挺头 接下来还可以飞三三 继续掏脚 而且黑棋已经火了 这个外边虽然说白棋存在这个冲断了 但是在白棋这个后势 起到作用之前 黑棋先拆一个 也可以把你这个后卫给他限制住 所以说白棋吃这颗子是没什么意思 实战 那白棋单退 黑棋再贴住 接下来的话 白棋大跳 出头的好手 顺势压缩黑棋 黑棋飞出 那接下来的话 一般的这个分寸 白棋应该往这里去走一走 一边压缩黑棋的掩位 一边逼迫黑棋出头 这样黑棋出头的话 白棋也顺势出头 他底下还得再补一个这个冲断 白棋再尝一尝 黑棋唬一个 白棋就把自己的掩位再走一走 这样有什么不满 对吧 右边便宜到了 把黑棋的掩位压缩了 左边这个白棋的掩位又出来了 对吧 自己也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后 这个棋就慢慢下 实战这个棋 让人大跌眼镜 这个白棋居然走在这 这个棋 如果说不是因为是面棋的话 真的 让人以为这个是一个滑镖了 可能白棋要走这个斑 然后手一滑走到这个了 这个是什么棋 凑着别人冲断 把你搞成四分五裂的这个状态 这个白棋下的莫名其妙的 除非你有什么呢 你这个棋后续有什么 这个隐藏的杀招 不然的话 这手棋简直莫名其妙 然后白棋冲一个黑棋挡住 这个第一感就是在想 白棋会不会在憋这个大招 就有没有这个断的可能 除非黑棋的水平很差 看不出这个应对方法 那差不多 比如说黑棋打这个白棋 沾 搬一个 活一个 这样确实分断了 缠绕攻击了 黑棋必死一块 或者说黑棋打这个 白棋藏一个冲 夹一个 这个白棋再冲 挡住再一打 回家 那黑棋确实无能为力 但黑棋 他有这个手筋 这一甲白棋动不了了 战的话 被黑棋搬头 两口气 必死 长的话 被黑棋贴住 你这个也动不了 随便你怎么走 都挣扎不出去 长的话就冲断 你要是搬这个 黑棋就反搬 断打的话 这个黑棋打直在这 白棋 接不贵 这个夹 其实稍微有点水平的 起我 都能下得出来 并不难 那对于这样的 顶尖职业高手 就更不在话下了 所以说你要是讲 他有这种误算 感觉可能性不大 那是为什么就想不通了 你说又断不掉 你这个棋 搬头 被黑棋夹一个 白棋沾 再被黑棋冲出来 白棋到底涂什么 你现在断还是断不掉 被黑棋一打 一贴就死 然后你左边 还不能不管 你要脱签的话 被黑棋这一冲 站上再一贴 你再虎过来 他再断打 再把你头一摁下去 你还得这样吼 这个太痛苦了 整块大龙还不活 中间还来一块鼓起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下法 真的是让人完全捉摸不透 完全搞不懂 变相一的这个意思 那这个AI的胜率 自然也是 这个骤降 现在黑棋已经到 90几的胜率 AI也是对这个 白棋的下法 直摇头 接下来白棋 虎一个 黑棋打持先手 破眼 然后再连回 这样黑棋活了 白棋这个 还得再自己做活 刺一个之后 不走了 选择往左上角去断 从这招棋可以看出来 这个时候 变相一啊 这个心态已经完全乱掉了 可能也是为自己刚才走的 这几手不知所云的招数啊 感到后悔 这个断为什么不好呢 虽然说白棋真子有力 但是黑棋打一下之后 就算他不在这又怎么样 你真子有力 不代表你这个作战就有利啊 对吧 你这个那打黑棋拐 看不出来白棋便宜在哪 还不如以后这样点过来 说不定还有这个 走一走还能活呢 白棋长一个 然后黑棋选择 靠在底下 影针 那这个白棋肯定纠缠不了了 这个如果说被针死呢 你这两颗又白送了 所以说白棋也是非常倔强 在左上继续跟黑棋纠缠 断打完之后拐出去 黑棋下方挤一个白棋长 那又还原了 就是被黑棋这一打 白棋团 形成一个大鱼形 再被黑棋压进去 那这个白棋只能苦活了 虎一个 黑棋搬 如果这样去作严呢 就把黑棋外边全部撞后 你里边还得防一手 黑棋的这个刺 还得在后手 实战白棋打持在这儿 被黑棋扑进来之后 再一打呢 你这个棋还不能粘截 你粘截 要是想让黑棋外边产生断点的话 那黑棋这一冲 不好意思 白棋就死了 你缓住的话没用了 这一破眼 那这个白棋断 脚上根 根本就没棋 外边冲断也没有 所以说白棋就团在这儿去 获棋 那相当于有这个截的存在 外边的断点的严厉性 都大打折扣 这一圈白棋下的 完全把自己给套进去了 那黑棋的损失 仅仅是左边 这里打过来 再压 弃掉这几颗子 让白棋掏掉一点边控而已 而且这个棋白棋 还不能这样 堂堂正正的往前长 因为你这样走的话 里边吃不干净 黑棋有这种棋 飞一个 靠下来的话 它就并一个 里边说不定还要搞一个打截出来 你靠这个靠断的话 黑棋扳 你吃这个它打吃 反正有个截 你要打不过棋的话 黑棋跳回 然后你还得再去打吃 再后手 所以说实战 白棋走的是这个 小尖 接下来的话 其实黑棋可以把这个 打了之后 扳给交换掉 白棋反扳 黑球站上 这个基本上就是个先手了 因为白棋如果走其他的 被黑棋这一扳下来 白棋还得再补 这个太痛苦了 所以说 等白棋挺走的时候 黑棋再往上跳 左边全部包扎好 比较好一点 实战 黑棋直接跳 被白棋唬一个 这里黑棋薄了 因为气劲 那接下来 黑棋往中间飞 白棋脚上也顾不上了 左边先扳 这里尖顶 黑棋长 白棋再扳出去 然后黑棋底下提节 这个马上打吃白棋了 白棋只有无条件的提掉 黑棋再去断 那中间还是要围 白棋右上也没有安定 冲一个吃这样 克子 黑棋就不要了 左边二路漏 压一手连回来 继续先手搜刮 再打吃 补棋 白棋这个时候 再往中间点刺 掏空 黑棋顶 这个棋 白棋已经无力挣扎了 就是你及时把中间的 这个空给破掉 比如说你尝这个 因为你本身不活嘛 所以说黑棋就在外边包围 逼迫白棋就这样出头 我们会发现白棋回家了 黑棋右边的空也完成了 所以说黑棋根本不虚 实战白棋往右边跳一个 黑棋左边提掉先手 然后再拆一个去围空 那黑棋能在四路围也差不了多少 白棋长一个左眼 黑棋右下碰 这个基本上可以包扎住了 因为你如果这样扳 黑棋反扳 你去打吃他的话呢 黑棋反打再一打 这个脚上也就被黑棋给穿掉了 白棋当然也不行 实战白棋长一个 黑棋上方点刺先手再一跳 白棋穿向眼 黑棋贴回 这样白棋虽然说回家了 但是是一串单关 顺便帮黑棋的右边 这个空给围好 这个棋黑棋现在断不成立 现在断白棋这么一冲一提 你再冲他再挡住 因为你断的话这儿有个冲 黑棋气不够 所以说要先双一个 把自己补好 那白棋这里一次 他可以回家 还可以点进来掏空 所以说黑棋也不着急 实战黑棋搬一个 先把这里双掉 那接下来这个断了 就不跟你开玩笑了 不过白棋也不可能现在去后手补 这个效率太厉 右上靠了之后搬 这个棋黑棋就不要断打 断打之后再打 这边有一个反打之后再打持 黑棋站不上 实战黑棋直接断 白棋点刺黑棋站 这个是最后一手 白棋认输 因为再走下去没有什么意思了 你在冲挡住 点的话沾上 你断持二路的子 虽然说白棋这儿有一些手筋 但是你要注意中间 上边黑棋可以先手打 把你分断 黑棋要是下的强硬一点的话 可以直接挖这个 白棋基本上崩溃了 因为你打的话 他这一打 三颗子直接掉了 没了 就算退一万步讲 黑棋不动杀星 就直接把右边这个断给补了 违空去 白棋在中间做活 这个棋白棋的目数也不够 所以说怎么样白棋都不行了 那这一盘棋呢 也是相当的精彩 从整个的这个进程上来看 就是赵成宇完胜的一盘 变相一的这个问题 主要就是在中间这一代 这个凑 黑棋冲出来 把自己变成一个猎型 这个确实是看不懂 完全没有取得任何的攻击的效果 这一步凑棋下出来 后面基本上就完全追不上了 那黑棋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失误 最终稳稳拿下 好 那这半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